接着体育赛事来看到 吴浩在海端湘进行的 香掌杯累球赛最后决赛 共有六个村百位选手参加 连旅外居民也返乡共享胜举 而赛事连续举办30年 险阵居民对于累球运动的热爱 选手挥棒打击出深远平非安打 顺利赞上累包 这是海端湘公所举办的109年 第三届香掌杯慢速累球锦标赛 共有六个村庄所组成的队伍 香公所也希望借此提升乡内运动风气 比赛的过程当中 从组队一直到自我的训练 都是各村自己组成的 那香公所这边也就是为了要促进 我们运动风气的推动 以及各村的荣誉 所以在每一年都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赛事 海端湘响长杯慢离锦标赛 从民国78年举办至今 整整30年不曾间断 也显示当地居民对累球运动的热爱 而这次比赛规定需要户籍地在巷内的球员才有资格参加 对此选手也很认同 期盼大家能一同返乡 为自己村庄争取荣耀 希望我们在地青年回来一起办这个活动 那也希望这个户籍地 那本村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都一起来同欢 当然他这次用这种户籍地来做一个限定 这次有近百位累球好手同场照进 不仅断裂体魄也以求会友 并增进各村居民情感与相性力 记得蒋红杰海端湘报道 还没准备 esser �定 下 能怎么 目大